今年是粵語上升泰斗黃俊英 從毅70週年 他今天在接受外台記者獨家專訪時 期待找到更多粵語上升的接班人 徐永彤報特 黃俊英老師說他16歲考入珠江粵劇團 1958年被借調到廣州民間樂團 當時承擔了附近參加首屆 全國曲藝會演的任務大獲好評 就是這次會演令到他接觸到北京和天津的上升演員 才知道上升原來這麼好笑的 1983年5月 黃俊英和粵語上升演員楊達 發起成立全國第一個上升藝術學會 開堂粵語謊言上升 成為專門的廣東曲藝品種 在研究改編北方上升作品的同時 還探索創作符合廣東人口味的 粵語謊言上升作品 通過本土的語言去拿包袱 用現在的說話觀來接地起 靠老百姓 靠生活 否則就沒有包袱 沒有共鳴 紅當道 青啤啤啤 黃琴琴 這些是我們日常老百姓生活的語言 大家都懂得 他懂得的時候 你說出來他就有共鳴 從毅70年 黃老師桃里滿天下 但他認為現在依然缺少上升創作者 為推動粵語上升發展 2020年黃俊英藝術館開館 當年來堅持開展 上升入校園的活動 為粵語上升尋找接班人 在藝術品中沒有青年 就沒有生命 我覺得是 所以一定要有青年 這個參與 使得他喜歡粵語 使得他喜歡粵語文化 喜歡粵語上升 粵語上升進校園 我們兩年前就已經咬了 粵語上升的大賽 都是在小學 在幼語上 在幼語上 來發鬼人才 前年 前五個大灣區上升大賽 由一對小學的小孩 拿得這麼棒 小儀豐 小 不值錢 不值錢 小奴才 小奴才 廖美黑年 黃老師說 期望未來社會上有更多力量 幫助推動粵語上升 小品藝術的發展 廣州電視記者 徐鵰彤的報導